我們國內其實是金門 發現這樣的一個首例的牛解解案例 那這個是屬於那一個 表類再假類 要通報OIE的整個重大的 這個傳染疾病 那我們第一時間召開記者會 那總共目前為止有23頭牛是 有發病 那有一頭牛死亡 所以那個場裡面 那個剛剛提到的23頭牛 其實我們都會把它互殺掉 那周邊防釋 那周邊三公裡面一共有47場 防疫所也會進行這周邊的防釋 看看有沒有類似症狀要做通報 我們國家把相關的醫療物資可以捐贈了 那比如說我們的口罩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歐盟第一時間當然也深處 因為說台灣友好 那這樣的一個萬劑疫苗 真的是可以讓我們來共同面對 這樣的一個牛解解症 特別要用這個機會感謝歐盟主動 我特別要強調主動願意提供他們庫存的 一萬劑的疫苗來 特別是也提供了全程的運輸 這份情感我想要代表外交部 要大誠摯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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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說金門縣的這個能力 還有物資上面可能不足以利己的因應 所以我們農委會在應變小組這裡面 也去整合了所有的資源 包含了就是疫苗的這個輸入 那此外我們農委會也調度了各縣 以及我們包含中心大學 嘉義大學 評科大 等等學校的這些資源 人力來投入我們現場疫苗的注射工作 我們在7月25號的時候 就有接獲那個防疫局 吳記證的那個請託 他說能不能幫我們執行金門結接人的防疫工作 我們總共是派了五位 我們都抱著說 這個是國家 算是國家有讓我們這些防疫人員 要趕快的去幫忙 執行這個工作 去到當地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金門跟台灣本島一樣熱 那特別是又在做一些防疫工作的時候 必須要穿戴這個防護的一些衣服 所以基本上是全身是密不通通啦 有時候就會覺得快脫水的感覺 快中暑的感覺 不管是我們東寶處的同仁 還是其他各縣市的同仁 其實都同樣有一個理念 就是盡速把這些疫苗打到牛肢體內 那在最快的時間把這個疫情阻絕再進來 再多的辛苦其實我們都還好 都還能夠承受 政府這次的效率其實真的蠻好的 也蠻積極的 那除了說有疑慮的跟有染病的會自殺掉 那健康牛肢就用最短的時間打疫苗 那其實我們也是蠻放心的 因為疫苗專家都說 這其實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打疫苗我們是很樂意 就是蠻感謝這些相關單位的 當天是緊急採用後銷毀的 那這三頭的簡體 我們就是送回去局裡面去 對金門防疫所 還有金門相關的一個 就是施打疫苗的一個從事人員 還有從台灣來的一個 協助施打疫苗的人員 代表農委會 如宗的感謝這些相關的人員 在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把疫苗全部施打下去 那這個對於金門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這整個疫情 受到有效的控制的話 那牛肢也會受到完整的一個保護